新加坡赛马场 位于克兰芝的新加坡赛马场 是新加坡唯一的赛马场地 随着马场土地将归还政府 意味着新加坡180年的赛马活动 也将走入历史 会可惜 因为赛马除了是赌博 也是一种娱乐 我比较喜欢看现场的马在跑 给我们没有赌的人 无所谓 他们有赌的人应该是不舍得 就像一个很久的历史丢掉了 觉得很可惜 他在1976年成为骑师 后来参加斗歌敬意歌唱比赛 身兼歌手 因此获得骑师歌王的称号 说起马场当年的盛况 67岁的李建才不胜唏嘘 以前赛马是从那边对面 那边有一个我们赛马那个厨 在里面 每个马是排队在里面 然后从那边门一开 一开始马就从那边拍 跑跑跑 到那边围围那边 一个脚弯 脚弯就直直走到这边200米 前面就是一个camera 看谁跑低 因为每次会坐满满的吗 满满的 太多人太满所以没有胃 所以马工会就开始又见 另外一个grandson 他是在朋友的建议下 才应征当骑师 第一步是到训练学院 驻校受训 他有给房间你 每天有给你吃根 衣服全部都有 每天早上起来 五点去马房那边 看你的两只马 两只马看后来 我们的这个老师就来了 来的 我们就准备看他要 我们做什么东西 我们就安排 那个是两年的时间 刚开始会 有时常跌倒 不过小心就不会 要小心 我们毕业的时候 我们就跟一个练马师 那么一样 每天早上起来 五点就来这个马工会 那边训练他的马 七点我们开始训练马 我们的老板练马师 他有七十多个的马 虽然已经退役多年 但是李进才还是把他当年的骑士帽 和马鞭保留得好好的 这个鞭子是以前我在赛马用的 七马赛马用这个鞭 跟这个帽子 就一个而已 这个很耐 这个三十多年 也是装古董了 怎么会有这个眼罩 这个眼罩是说 如果我们在赛马的时候 你这个要开注里面的 盖住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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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住你那个沙 不弄到你的眼睛 你看不到了 在那个年代 每当周末有赛马活动 五级芝麻路段 就被挤得水泄不通 车塞 人也塞 CAPITAL 958城市频道 印象古早之 我的古早二三式节目 上个星期也邀请了公众 分享他们对于马场的回忆 至少有三十多年前 赛马工会开放给人们近期游玩 免费进门 那天是三几百人最少 排队排得很长龙 时间到第一一响 我们就走也好跑也好 印象中就是去里面玩得很开心就对 还有人骑马更开心 一百八十年的集体回忆即将消逝 有人不舍 有人不服 大约三十名马主 前天和猎马师协会开会 双方会在近期向当局提成计划书 争取让马场经营下去 不是延长 继续 希望政府可以说 不要关注这个什么 马场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钱 对不对 买马 对不对 就是要给他马来晒跑 关闭了 我们马要放哪里 除了克兰芝的马场 位于五级芝麻的这个旧马场的土地 也将在年底归还政府 用来发展住宅 所有租户到时必须撤离 前线设置对于在星期二到访时 昔日的热闹早已不在 一些商店也已经搬迁 原本观看赛马的座位 原本观看赛马的座位早已上锁 而原本的马厩也已经废制 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 建筑地标让位给城市发展难以避免 安顿民心 维护生计 才有望将遗憾减到最低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巴士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欢迎订阅 小伙子